哈喽大家好,事情还要从这个洗衣液开始说起 我刚才洗衣服用的是常规的那种腾妆洗衣 我就想到我同事今年搬家送了我两盒这个东西 我本来以为他今年没送几个月应该能放挺久的 我刚才就想了一下看一下生产日期 他这个地方写了这个应该是截止日期啊 那截止日期到19年,也就是说他也放了很久 只是他可能也不知道,然后我也没有意识到 我以为他还在使用期间嘛,所以我就没仔细看 虽然说这个东西啊,其实还是能用的 然后呢,就是可能效力呢,会有所减缓 就是没那么好了,但是洗衣服还行 可是我这里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咱们入口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生产日期之类的 像我平时买东西,去车市啊,不管买酸奶也好 还是说买其他的,就是成包的那种东西 有包装的东西,我一定会看它的日期 超市,它有的时候,它会故意把那个日期啊 日期新鲜的东西放在下面 尤其是酸奶这种,就是很快会过期的这种 然后它会把这个什么,这个日期新鲜的放在底下 所以我每次拿,我都会从底下去拿 然后呢,就会拿一些相对新鲜日期的吧 这个东西一会再说,这个是,其实我也没用过 哎呦,怎么湿漉漉吧,天呐 哦,天呐,我得先洗个手 我举个例子啊,像这种牛奶,一般有效期就只有半年 呃,这些牛奶的话,是我婆婆最近住院 在医院里面,他们早餐的时候发的 他就没喝,他说太凉了,就带回来了 那像这个的话,就之前我们自己家买的 它上面都会比较清楚它的日期 像这个的话呢,它的 呃,这应该是生产日期 是6月20号 那按照6个月去算的话 也就是说12月20号,它就过期了 如果你最近不喝的话 那等放到说12月份 你要说能不能喝,会不会过敏,或者拉肚子 一般来说,刚到截止日期也不会 但是呢,你买回来干脆 为什么不在它最好的日期给它喝掉呢 这种一般都是6个月的 你看,啊,牛奶这种制品 就是鲜牛奶 像奶粉的话,一般来说两年 三年这个样子 但是鲜牛奶一定 你买的时候,你的目的要搞清楚 我买来是我最近喝的 我不能说囤这个东西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事 就是 就是这个维生素啊 我之前给我公公婆婆买这个东西 就是让他们补充一些东西嘛 然后,他们就不太注意这个日期 这个是我买的 现在已经给我婆婆吃了 为什么给她吃了呢 就是因为 就是她本来不是有一瓶吗 然后我发现里面都发霉了 我就很奇怪 我就看了一下日期 她已经过期半年了 那她就一直在吃它不知道 那我发现之后我就跟她讲了 她一看到之后也挺害怕的 然后又说身体这不舒服 那不舒服的 我就感觉 我在老家啊 就是像我父母那一辈 就是从小日子过苦过习惯了 包括我婆婆这一辈 她有点什么东西 她不舍得吃 非要等到结实日期 快快过期了才吃 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咱们现在这个日子 也不至于说苦到 说没东西可吃的这种情况 哦,对了 上次给大家说 我的药基本上都让我扔掉了 因为基本都过期了啊 这里面还有一堆药 是我老公的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一些蒸药 就是它不是鼻炎吗 然后又打呼噜什么的 之前去医院看了 看过呢 给她拿了一些药 看一下啊 这个药的日期是 2021年的 那2021年 现在2022年都快过完了 我之前想扔掉的 然后我婆婆看到了 她说这上面没写日期 说有可能我老公还会吃的 她就没让我扔 但等一下 我一会儿给她偷偷扔掉了 她说这样 等我老公处理 但是我老公是不会处理这个东西的 她如果不吃了 她就扔哪了 她就不管了 除非说你提醒她 她可能就是扔掉了 但是我婆婆就觉得 她认为啊 家里男人为主嘛 为大 所以男人没有说要扔的东西 她不会擅自处理的 当然这也不是坏事吧 就是说别人的东西 你不能随便处理 这是一个尊重别人的表现嘛 但我老公 他肯定忘了这个事情 他也不可能再吃了 我一会儿就把这个给她丢掉了 就留一点这个喷雾 其实它也不会硬的 也没过期 先留着吧 就是 其实它不会硬 这个应该是治鼻炎的 他老是打喷嚏啊 然后老是擦鼻涕什么的 也不舒服 像这种就是常规应的东西 就放着了 这个抽屉是我婆婆的 她的药的抽屉 我是不会动的 动一会儿她生气 就是这种东西 大家还是要上心 一定要上心入口的东西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我婆婆特别喜欢囤东西 那像 就是像冰箱里这种肉啊 就不说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 像这种玉米啊 其实你说新鲜的玉米 你吃不好吗 他非要搞不知道放多久呢 你看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就在这吃 这些肉也都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就买了好久好久 现在还好一些 现在有时候我们也会跟他 好好沟通 你倒不是跟他讲道理 他也不是老年人 他有自己的一套系统 你跟他讲道理 他也不听呢 就我们跟他好好沟通 然后也是说家里条件也没那么困难 就是买新鲜的一些东西来吃 但是我们经常吃到东西也不是新鲜的 有的时候新买的东西放进来之后 拿楼弄石里面的一些 就是好久之前买的 然后拿来吃 我觉得为什么要过这种日子呢 就是 就没有必要是不是 现在买东西很方便 除非说疫情 你囤一点 囤个一个月 两个月还不够吗 有的时候三个月之前买的东西 就真的是 挺那个的 我给大家随机看一下吧 就是冰箱啊 我看看有没有一些过期的东西 肯定有 我给大家说 这么讲 因为我婆婆不太在意这个日期 这个事情 像这个的话 像这种花茶 一般超市里面会卖 可能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这里面写了 它是六月份 然后能放到七月份 那现在都几月份了 都马上十一月份了 是不是 肯定就 也不能说不能喝 那你干嘛不少买一点 就是在有效期内给他喝掉呢 像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蜂蜜当时是买来给公公喝的 因为当时说这里面添加剂什么东西 对身体好 就是这个什么 UMF 我也忘记是什么了 这里能看到日期 应该是同一批买的 是20年买的 是不是 那其实到现在 虽然说没过期 但是现在喝是 比较好的相对后期喝啊 他就不舍得喝 他觉得这个东西贵 要留给我们喝 我们也不喝啊 那这个到最后干嘛呢 可能就是放 最后给放坏掉 然后这个药就不说了啊 药我经常会看的 当然这两个药 先不看了吧 我就说像这些东西 我之前就扔过几盒了 这是我们公司发的 不是买的啊 就我们公司每年寒暑假 都会跟我们老师 发一些这种念慈安 或者是喝的那种糖浆 然后有的时候我吃不完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需要花钱 他又不舍得扔 我有时候就偷偷给他扔掉了 当然有的时候刚发来 如果有其他老师药 或者是我家亲戚有喜欢的 我就送给他买 我自己用不着 因为我嗓子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东西是去年 去年他过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给他买的一瓶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面霜 就有的时候过节嘛 妇女节呀 母亲节呀 你要不就给他买一点 用的吃的 是不是 或者发红包 让他开心一下 那像这种东西 那我们本来说买给他用的 你看他都放一年多了 都还没拆过 哎真的 有的时候你让他用 他说哎我原来东西还没用完呢 那原来东西还不知道有没有过期 涂脸的东西跟吃的东西一样 你把脸涂坏了 还不是不涂 是不是 还有这一堆 这一堆的话 我就随机挑两个瓶吧 哦这个你看21年 这肯定过期了 你看日期正常这个 今年22年都快过完了 它是12个月 也就是一年 一年 也就22年 5月份还是6月份 应该是5月份 就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冰箱 因为冰箱里面东西是 基本上都是吃的 还有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20年的东西 这种一般来说 这蚝油吧 一般这种酱料东西 也就是放个一年两年的 20年肯定也过期过了 它的保质期两年 不也过期了吗 22年9月份 这个东西 很多啊 或者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糖 这什么 我就不看了啊 这不太好看 这个 这个你看油都刺出来了 这肯定也过期了 这是放6个月的 还不知道哪年买的 生产日期能不能看得到 熬油 21年 也就是去年 6个月 那6个月的话 则就过期过了 这我等一下给它扔了啊 这个是早 这种呢一旦开封之后 就不能放太久了 要很快吃掉 9个月 它的生产日期在那里 哎 它一时找不着了 啊 找不着就算了 这个东西一旦开封啊 一定要给它吃掉 因为它 你看 都动得很硬很硬的 这个东西 嗯 不说了 再换个角度看吧 枸杞 这个也买好久了 里面还有什么 哦 里面我知道是那个 是那个寒片 什么什么寒片来着 就是 哦 西洋参 这个是我跟梦在的时候买的 啊 它的保质期的话呢 我也不知道多久 我就不拆了 我还是得跟他说一下 这东西不能放 你放了 你不能吃 放坏了 怎么办呢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边 像这种啊 我看到小菜 我就 也不是说生气吧 就就 哎 会叹气 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 这榨菜里面 压硝酸盐 等那些东西含量挺高的 对身体不好 吃新鲜的菜多好呢 你如果想吃咸呢 你把菜多放点盐 对吧 也可以啊 放多放点辣椒 把味道搞重一点 也可以啊 这东西少吃 我家 这个东西啊 还不是什么 我们家 这个自己腌制了好多的榨菜 我给大家看一个角落 大家就知道了 好 大家看一看这一块 之前还不止这四个瓶子啊 之前都更多 就是一大堆都在这个地方塞的满满的 然后像这里面是腌的这种 呃 呃 干斗角 就是绿豆角腌 咸着的脆脆的那种东西 这个应该是姜片吧 啊 腌了三罐子 之前我公公在的时候 我跟婆婆不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家就是那个墙根 裂了一排 全部是这个东西 我公公喜欢吃 我婆婆也会跟着吃 你看这里面 我个人觉得啊 我不等这些东西 这个上面你看 都白的一层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看着我都不敢吃 然后这里面又是腌的那种咸货 它本身 你平时过年的时候 有时候什么呃 腊肉香肠 咸鸡咸鸭 这些东西也都会吃一些 那你想再配合这些东西 一年四季的吃 这哪受得了啊 这要是以前没菜吃 你用来说 吃干粮吃不下去 有一点点菜有点味道就算了 现在咱们这个 这个年代啊 你说买点菜 你吃不起肉 你蔬菜还是买得起的吧 你要是觉得说 这个菜不下饭 你多放点辣椒 多放点盐 多放点什么 其他的调料什么东西 味道重一点 你米饭也能多吃一点 就是不至于非得要用这些东西 这是我个人认为 这样很不健康 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自己家的厨房啊 看看冰箱啊 去立刻去看 有没有过气的东西 有一定要不能手软 立刻把它丢掉 这个东西入口的东西 一定一定要放在心上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